你是一个问题里面有好多个问题的嘞 是啊 你是一个问题里面有好多个问题的嘞 是啊 最近全国跳水锦标赛已经结束 全红禅在双人项目中和陈玉希搭档 拿到两个双人项目的冠军 尽管在单人项目中因为自身的失误问题 以及伤病问题的影响 全红禅没有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 但是拿到第二名也足以让他夺得 巴黎奥运会的跳水门票 所以对于全红禅来说这一次虽有遗憾 但也总算是得到了相对满意的结果 在这次比赛结束之后 全红禅回到国家跳水队休息 一直忙碌不停 就在最近他还在社交媒体宣布新的身份 获得国家跳水队为以重任身份华丽升级 获得很多粉丝的认可和支持 从全红禅更新的博文来看 这次他的动态主要是和中国跳水队的赞助商联动 和陈玉希以及望拍照王宗元 这两位奥运冠军一起出境 担任某个品牌饮料的代言人对外进行宣传 从当天的排位来看可以看到 全红禅这次担任品牌代言人 他是站在中心位 就是我们俗称的C位 而另外两位奥运冠军 则是站在他的两旁 首先从这个身份华丽升级可以看得出来 国家跳水队对于全红禅依旧非常认可 认可他的影响力 另外一方面他可以站在中心位 足以证明 红姐在整个中国跳水队的位置 都是举足轻重的 而陈玉希即便是夺冠军 但是在人气 流量和热度方面 还是比红姐差一点点 所以只能够站在旁边 从这些细节中能够看到 全红禅依旧是中国跳水队的一姐 他的人气依旧受到赞助商的欢迎 所以对于所有喜欢全红禅的粉丝来说 如果在此前还担心全红禅因为成绩不够突出而失去宠爱 目前来看这点担忧完全不必有 这次的身份升级对于全红禅来说 无疑是非常重大的认可 相信可以鼓励他在接下来继续努力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 提升水平 争取在接下来能够拥有更好的成绩 另外一方面 对于全红禅来说 希望他能够不断成长 不要对外界的期许有太大的压力 毕竟每一位成名的奥运冠军都会受到非常多的关注 他们一举一动都会不断被放大 对于红姐来说 要习惯这一切 才能更加从容在以后参加训练和比赛 有朝日蜕变成为跳水天后 像前辈郭晶晶以及吴敏霞一样功成名就 有朝日蜕变成为跳水天后